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聚焦两国贸易及朝鲜核问题 特朗普说贸易问题上不会怪责中国 又相信中国可简单快捷地解决朝鲜问题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1月9日星期四 习近平表示中美会继续深入探讨 处理贸易不平衡 并就朝鲜半岛问题加强协调 两国共签署25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中国商务部称金额已经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的新记录 但路途设置当中一些项目早已经在筹划当中 而且大部分是无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 特朗普称中美同意对朝鲜加强经济压力 并说与习近平一样 相信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具有解决方案 他感谢中方限制对朝贸易及切断全部银行联系 并指中国可以简单快捷地解决这个问题 特朗普警告目前时间不多 呼吁习近平就朝鲜核问题多出点力 尽快有效地解决问题 特朗普同时敦促俄罗斯协助 解决着潜在悲剧性的朝鲜危机 特朗普早前访问韩国警告朝鲜 不要低估我们 不要试探我们 习近平表示 两国会就朝鲜半岛问题加强协调 重审希望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 贸易方面 特朗普此前曾形容 中美贸易逆差可怕 令人羞耻 不过这次一改常态 甚至批判性的口风 称虽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单向和不公平的贸易逆差 但不怪责中国 谁可以怪责一个国家去为自己人民着想去占其他国家便宜 特朗普反问 据美国商务部数据 中国在美国众多贸易伙伴中贸易逆差大幅抛离其他国家 2016年度达3470亿美元 特朗普在习近平面前批评美国前任政府 任由贸易问题失去平衡 今后中美双方将把贸易变得更公平 美国媒体表示 中国亦把这次特朗普访华称为国事访问家级别 显示中方对特朗普的重视 中央电视台直播了 9日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特朗普欢迎仪式 而特朗普夫妇获邀在紫金城内出席晚宴 都被西方媒体形容是对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做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